我沒有預期到我進去會哭 對 見你哭就這樣走 因為這十幾年沒哭 沒留過下去了 但是始終太多生死關頭是交過給他 是整部電影看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想回 那一場我們怎麼拍 有些什麼突然間是他講了一句話 或者是單個說 是真的會想回 始終太突然了 我記得拍完這一部 他抱著我吃了一口 我就說好心裡了 你還不知道自己是病的嗎 我那時候還不知道 我拍這部電影的時候 有一天我 吳彥祖 馮德倫 李燦森 我們四個是抓了他出來 他拍了一張GenX特警衣服的照片 其實我們在這個途中一直在捏著他 來吧 我們老了 如果有人不開的話 我們真的是特警老人類 其中一句我們幾個最深刻的一句說話 就是 他說這群年輕人 全部都是新人 你只可以用菲林去洗禮 你要保持著拍他 給他經歷他 他才會真正的成長 其實現在說什麼都沒有用 這個導演是一個 人版來的 就是大家他的品行 他的 Gentlemen 其實我沒見過一個導演是不發脾的 他是這個 基本上連粗口都很少說 是我在北京配音 我們雲配音 配音之前那兩分鐘 他們說導演來不了 然後我配完 兩天後 導演就走了 我們都拍了差不多 10天左右 因為整個結尾 10分鐘的場合 對 我覺得大家的成長了十幾年 大家的想法 或者追求是會不一樣的 其實現在經常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怎麼可以 還有一點創新呢 他還說 為什麼要我拿雙刀 是要挑戰他那時候 沙波羅和吳京打的場合 所以他繼續拿回警棍 但是我不可以拿一把刀 我要拿兩把 單哥是很不想去糟蹋我的 我也都很不想打到他 但是大家知道 總之 來一剃皮皮 他抓住我的頭 在那個鋼琴裡拖一下 就是他又知道 大家靠麵搵吃 我記得導演是碎了他半天的 做吧 他都不介意 我覺得Hong Kong Action 是很久沒有 這些那麼實正的 打鬥場面的 其實 而且就算現在 可能大家看很多國外的 Avengers 就是那個打不是 不是我們這種打 特警生人類 男兒本色 新警察故事 寶貝計劃那些客傳 然後又有紳士涼 就是六七部 就是很想念我和導演的合作 就是會有這種味道的出現 反而我同樣 坦白說我過去十年 我和他合作之外 我也很難覺得會看得到這種味道 是很地道 Hong Kong Action Hong Kong Action 其實現在全世界都沒有 我已經是最老的那個年輕人 是啊 但是這些是一個循環 但是你說斷了 斷了 我這麼希望我的 拿著命出來去搏 是可以延續這個 Hong Kong Action 和你的影片 我要去搏 和你的影片 跟我的影片 跟你的影片 感谢观看